肺炎 滞留湖北血友病少年与母返台送医隔离彩宴 中央社记者邱俊卿 妙宗汉桃园机场24日电 滞留中国湖北的血友病少年与母亲在政府安排下 今天深夜搭机返台 疾管单位在桃园机场机坪再度进行严密检疫后 以救护车将两人带往医院隔离彩宴 血友病少年与母亲晚间搭乘班机从成都返台 飞机内共有乘客43人 班机在时时46分降落桃园机场 随即滑行到601停机坪 母子先行下机后防检人员再度进行入境检疫作业程序 随后在11时36分由救护车在往后送医院进行隔离彩检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下午在防疫记者会中表示 血友病少年母子搭乘班机返台 两人需经过裁剪且隔离检疫 疾管单位人员指出 血友病少年母子在搭机前已经过测量体温 在没有发烧状况上飞机 同时由护理师协助进行隔离衣、口罩、面罩等防护装备着装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与航空公司人员表示 为了安全介护少年与母亲返台 特别在飞机上准备好隔离衣、头罩、口罩、护目镜等防护装备 让血友病少年与亲人在搭机时穿着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证实 滞留中国湖北省的血友病少年是两岸婚姻在台所生的子女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血友病少年的母亲原为中国大陆人士 与少年的父亲台湾人结婚后来台 并已依规定程序定居 取得台湾身份证多年 血友病少年和母亲于23日深夜11时15分从湖北京门出发 途经约1000公里车程 并从湖北省跨越重庆市再进入四川省 在今天上午抵达成都机场附近的旅馆休息 今晚搭乘70时35分左右的长戎班机从成都起飞 并于深夜抵达桃园机场 据了解近一周来 金门台商协会长简俊南与四川 成都、湖北、金门等地设台机构及台商协会之间奔走协商 才促成这次血友病少年的已搭乘国籍航空公司的班机返台编辑 张佑之1090224 血友病少年和母亲住院裁剪二采结果26日出炉 中央社记者陈伟霆台北25日电原滞留在武汉的血友病少年和其母亲 24日深夜返抵桃园机场 并即刻送往卫福部桃园医院裁剪 若二次裁剪都为阴性 将送往集中检疫所隔离 滞留中国武汉的血友病少年与母亲 24日晚间搭机返台 深夜降落桃园机场 疫情指挥中心指派一名护理师随机 三人在机上都有穿着防护装备 下机后也是即刻搭车送往卫福部桃园医院 卫福部衣服会执行长王毕胜凌晨零时时分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母子两人已到医院身体状况没什么问题 立刻送到负压隔离病房裁剪 并在24小时后二采 王毕胜说 一采结果25日会知道 二采结果最快是26日中午揭晓 如果二采都是阴性 两人将送往集中简易所隔离 编辑张佑芝1090,250,000